据CNN报道 世界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上海 目前只能以一半的运能营运 业内人士说 目前从大陆到美国的海运 比以往要多花74天 美国大约有20%的商品和35%的电子产品 从中国进口 中国供应链出现问题 将影响美国从电子产品 服装到家具原材料的供应 过去一年因为半导体短缺 致使全美汽车供不应求 美国二手车价格飙升了35% 总体上看 美国消费品价格上涨了8.5% 涨幅达到40年的最高 不插进去 它就没办法走 它就是这么critical 中华经济研究院WTO中心副执行长 岩慧欣指出 中国封城造成经济活动下降 提供货物减少 导致全球供应链大乱 封城的影响可能持续到明年 你没有办法预期 它解封之后 然后可能又随时会 又达到动态清明 因此又可能会封锁整个生产的过程 整体的环境导致消费者 消费行为越来越保守 如果消费端的需求没有起来 消费力没有回复的话 就算中国九封 我想这个影响可能会延续到明年之后 美国历史性的高通胀 也波及到政治层面 美国财长耶伦日前主张 为了缓解供应链困境 取消一些对华加征的关税 川普政府时期 为了敦促中方改变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向几千亿美元中国商品 加征惩罚性关税 这一举措将在今年7月6号到期 未来是否延续 拜登总统尚未做出决定 这个实际上取决于 拜登政府的政治态度 对中共的认识程度 继续关税甚至增加关税 增加对技术出口的限制 会让中共不能够再继续危害美国 专家指出 美国政府在对华关税上陷入巨大分歧 其所准备采取的措施 将影响美中关系的走向 新唐人记者金时 特约记者洛亚采访报道